我今天去了一個外景拍攝 在我朋友家裡 我現在坐的桌椅都是他親手做的 Hello 大家好 又到花姐去找吃了 我今天有些好東西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猜猜是甚麼 最好最喜歡那些 這個是馬來西亞空運過來的金枕頭 3.6磅 這個很貴 都不是很大 和我的頭相差 好了 似不宜遲開 太斯文是不行的 嘩 好厲害啊 嘩 嘩 那股美一出來 我告訴你 在鏡頭以外的人 那個樣子是 所以要在外景拍攝 不可以在家裡 我老闆的樣子是 我很想拍他們的樣子給你們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有一個面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我不是隔著螢幕都聞到一股味嗎 哈哈哈哈 Oh my god 哈哈哈哈 OK 我還沒開紙 我還沒開皮 Oh my god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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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有隻狗狗 主角 他很喜歡 他剛才在那裡 嘔 嘔 嘔 然後應該怎麼開 我想我只剃開皮 就可以了 好像很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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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樣開的 你看 嘩 嘩 嘩 整塊 為什麼我感覺到像大樹菠蘿一樣 哈哈 謝謝 真的好 今天有個小組手幫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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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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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嘩 嘩 樂 這沒問題 你想再喝一點嗎? 我覺得我會怕 我有想過問問最好要不要看我開老年 坐在直播看我開榴槤 我想他會打我 上次榴槤月餅都沒有這個那麼厲害 他都已經在宿舍上跳樓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厲害的是吃榴槤 在哪裡吃呢? 你沒聽過,我在卡拉OK吃榴槤 這個是最超級的那次 那次是有一次回香港 之後就是我想吃 我弟弟和我大婦很遷就我 但我們又約了他去唱K 結果就把榴槤拿去K吃 然後抽到人家的性格 這個是人生中最老套的一件事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可以有多老套 好了,讓我洗手 然後回來吃榴槤 好喝 素飲 新鮮的味道 裡面很濃 很近滑的位置 味道很濃的 好像釀酒的味道 比肉更滑 要和這個貨箱反映一下 不要浪費那些 很濃的 對 對 我好像在喝酒 其實我們今天是在這裡燒烤 本來不是在燒烤店 不是在燒烤店 在燒烤店 不是在燒烤店 還是在燒烤店 男人是我的朋友 以後都不叫你來 又要煮東西吃 又要在後面聞些這麼難頂的榴槤味 不知道是不是太熟了 所以是太濃烈了嗎? 因為如果不是因為酒味 我認為我會喜歡它更好 即是在果凍中的外面 你聞不到果凍的味道 但當你吃到很近鍋 口中好像在喝啤酒 有點苦苦 但又好像有些香氣的味道 好像在喝酒 吃榴槤就做到這裏了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喜歡吃榴槤的你不要走火了 拜拜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是剛才我在坐的椅子 它特別之處是可以反過來的 就是這樣吹過去 可以吹進去 就是一個啤酒 今天宵夜吃多開心 有牛啦 有牛啦 有狗啦 又有吃得的牛啦 還有很多東西 我打開這個寶箱給大家看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些 小魚瓜 自己種的 我自己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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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